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张雨明老师 好的 今天台股又涨了92点 12800点以上 这成交动能 大概都为止在2000亿以上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说真的 台股要看到 这么大的成交动能不容易 股市非常的热 那我们说一盆熊熊的烈火 它不会突然熄灭 所以这个情形你不用太担心 当然很多人对股市的判断 主观的判断 说真的可能都是 像华西街算命一样 算命是一样 我认为这个盘要跌了 我认为这个股票要放空了 那如果说我们把股票的操作 是用这种方式来操作 我们把我们的钱 是用这种方式来操作 用主观的研判来操作 其实这风险很大的 我看到电视上很多 不同的形态的分析 说真的 有时候觉得很乱 你看也有穿袈裟的 还有技工服的都有了 乱七八糟一大堆 但是话说回来 股票市场越乱 就表示会越多人做错 一个股市分析是这么神圣的事 穿什么唐山账的衣服都出来了 那根本就乱搞一通 那你看这么多观众喜欢看这乱搞节目 当然讲不出好的内容 讲不出正确内容 他的心思是要搞在那边搞花销 耍宝 吸引观众的眼光 当然是不会把盘结好 这么多人看 当然就看错了 方向做错了 所以我们说世界上 股市里面越乱 他的钱就越好赚 所以你也不用太悲观 那大盘行情到底怎么研判 来请看 这是大盘的格局 趋势线翻多 从往线翻多 动线翻多 所以你不用去怀疑它 它就是多头格局 不用怀疑它就是多头格局 好不好 我们看看电子股 电子股很明显的比大盘更强 趋势翻多 从马分都动的翻多 当然有点小小瑕疵 趋势线没有那么长 动线反而比较长 我们说量很大 动线反而比较长 但这个格局依然维持在多头格局 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叫电子股 好 那我们再往后看 这叫台积电 台积电的格局一样 这是多头格局 虽然出现一根掌停板打开的 这个爆量 可是这个多头格局并没有结束 所以你看它也跌不下去 这是多头格局 另外一档叫做联发科 联发科从370 涨到730了 最高点760 这个多头格局涨一倍了 到目前为止 趋势 筹码 动能 都依然维持在多头格局 没有任何的改变 既然这样 台股就是多头格局 你不用去怀疑它 懂意思吗 为什么要特别讲 台积电跟联发科 有原因的 因为台积电占电子的全值46% 联发科占4.6% 这两档股票加起来 就占电子股的五成了 所以他们两档就够了 百分之50了 所以你不用分析别的 你看这两档 就知道电子股的格局 那你知道电子股格局 就知道大盘的格局 所以这个行情就是多头格局 到目前为止 不用去怀疑它 好 台股创新高以后 行情怎么看 很多人有人看多 有人看空 对不对 看法都不一样 张一鸣怎么看 就像这个漂亮小姐一样 悲观的人说 胸罩已漏 真的漏了 乐观的人说 还有一波 没错 还有一波 大概就这样而已 非常的巧妙 对不对 胸罩已漏 悲观人要这样说 不然你怎么会跟他做 乐观人说 还有一波 很正常 那不这样讲 你怎么要跟他操作 跟你想行情走完 那你要干嘛跟他操作 所以做多的人 就跟你说还有一波 背观人就跟你说掛了掛了 胸罩已漏 胸罩漏一边 对不对 好 乐观人说 还有一波 还有一波 没有漏 这是非常巧妙的一个图 形容得非常非常好 好 那我们说南电 印刷电路板 今天蛮强的 创新高 那如果去放空南电 你会怎样 一定被嘎上去了 那请问这个格局叫什么 它不是三线泛舵的格局吗 没错 所以你就不能去放空它 懂意思吗 你放空它 你就会被嘎到了 这叫趋势 这叫抽码 这叫动能 请问有没有一个卖出讯号 没有 请问有没有三线跌破 没有 这种情形你就不能放空它 但是PCB 这个印刷电路板的股票 将近40档 我们看一下 第一页20档 很多 滑通 蓝子电 建篷 药华 金像电 台光电等等 自胜等等 一大堆 我们看第二页 总共加起来38档 这么多股票都是印刷电路板 南电也是 那请问你要如何来分析它 我们光讲一个印刷电路板就好 就38档了 这么多股票 你要去拜访公司 你要读财报 你要看它的筹码 我跟你讲 你分析七天七夜 你都不一定分析得完 分析完 该涨也涨 该跌也跌的 来不及了 赵亦银怎么看 印刷电路板 我们再看一次来 南电可不可以 不行 你的三线犯多了 所以你不能放空它 放空南电 很明显它错了 这叫多头格局 当然如果你在这里买的 这里是65 今天是117 高点121 如果你在65买 你在70买 你都是高手 你在80买也不错 你到了这边才追 那你可能是低手 为什么 你要赚一波 你才进来跟人家抢 那你动作最好快一点 一旦你有转空的迹象的时候 你要赶快出场 现在当然还是维持在多头格局 当然你不应该去放空 这种多头的股票 好不好 来 华通 是不是多头格局 是啊 这边有两个卖出去 所以它整理了一个月 有没有 卖出卖出 买进买进 两个对两个 最后整理 就整理了四天 整理完 今天用长红棒 突破这两个压力区 49 49.2 今天来到52.2了 所以这个压力已经用什么 长红棒突破了 突破完是三线翻多格局 小小瑕疵 地线稍微短一点 但它已经翻多了 好吗 这段可不可以 这段也要做多 多头 这段一个月 你买进去也没有用 因为它整理 今天不一样 你今天用长红棒 突破这两个压力区 而且三线翻多 所以这种股票 你就不能空了 这样听懂吗 所以做股票 如果每一段 要看做什么 做什么你都搞很清楚 如果你一个月前 你买华通 对不起 你套一个月了 你这一个月很痛苦 今天买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有时候我们去参加宴席 12点准时 大家都跟你讲 12点准时入席 我们真傻傻就12点去了 结果新郎也没来 新娘也没来 桌上一盘瓜子 每个人都在嗑瓜子 等着机场碌碌 想说今天可能要包个一万块 肚子空着 吃好料的 去啊 等了一个小时 在那边嗑瓜子 嗑得快昏透了 头昏昏脑脏脏的 那有些人很幸运 一坐下来 菜就来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羡慕他 我们在那傻傻 在那边等一个小时 嗑瓜子 对不对 所以股票操作一样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你一个月前买进去 有什么用 套一个月 今天买进去 马上红棒了 突破压力区的 正式翻多了 这是一个启动点 另外一波攻击的启动点 这是这样的 就这样来看 那你把每一档股票 都看很清楚 你就能够成为赢家 台郡对不对 这一段当然对 这里就不对了 为什么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在零左 你们看他快挂掉了 甚至往下面一点 有没有 他快挂掉了 所以这种股票 你就不能再追了 你要追就要很小心了 好 机械电对不对 这边是对的 来到这里 你看整理了两个月了 最近呢 最近你看他还涨不大洞 为什么 趋势怎么样 开始有点凌乱 跌破了 筹码也没有很漂亮 动能也不是很充沛 所以他暂时涨不动 所以你买进去 就套在这里了 可能要套一个月了 懂吗 那这一段买进去 可能也要套一个半月 所以他有瑕疵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 你就看到股价在创新高 你以为可以买 有啊 这是创新高 可以买吗 可以买 为什么在这边又盘十天了 格局不对 这样懂意思吗 那你必须有能力 看清楚 你才不会误入 不歧途了 智胜对不对 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 这么多卖出讯号 三线都跌破 你去买它 当然是不对 这也是PCB 也是印刷电路版的 药华呢 药华也不对 两个卖出讯号 突破了没有 还没突破 两个压力还没突破 第三线动能不足 所以我们一看就要知道 这格局不对 所以印刷电路版 三十八档 这股票 我们就不会买药华 懂吗 你去买它就不对了 你不会买智胜 也不会买智博 博智了 为什么 一二三四五 这么多压力 三线都转空了 那你去买它 你的钱就越来越少了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很清楚 很明了 要不要去办公司 要不要分析筹码 要不要看财报 都不用 但是你要记得 你所有财报资料 都是过去的 没有未来的财报 所有财报 快递是要签证的 快递是只能凭发票来签证 你开未来发票 商家是违法的 所以所有的财报 都是过去的 股票是买未来 你就算看财报 也不一定有用 好不好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格局是不对的 好我们再看这个 对不对 加年利也不对 一二三四 四个卖数讯号 请问第三线强不强 动能不足 区域线也没有很强 所以这是多头 但弱势的多头 懂意思吗 他是一个 七十岁的老人家 你不能在家生小孩 他现在准备保命而已 每天去爬山 希望能够活久一点 你只要再生小孩 那个不行了 七十岁了 不要再生小孩 为什么 动力不足了 险弱了 多头 但是弱势的多头了 所以买这种股票 我觉得也是不对的 这是我的研判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验证 看他对不对了 好 如果成为股市的赢家 明方向 变多空 只涨跌 只有这九个字 这九个字你做到 你自然就成为股市的赢家 明方向 变多空 只涨跌 你多空都搞不清楚 股票压力一大堆 你要去追 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赚钱 懂意思吗 走向成功 最简单的方法 跟成功者为伍 懂意思吗 就很简单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叫你买什么 你就买什么 要买你股票不确定 打开电话给张老师 张老师 我要买这个PCB哪一档 可不可以 我就会把答案告诉你 不能买的股票 不要去追 好不好 好 我们再看这个新闻 这今天八月五号的新闻 好 今天新闻 大同临时会 公司派有望召开 职压断头 林郭文业 这个董事长 他职压的股票 被断头了 市场 有纷纷乱 有市场派 有公司派 两派非常的对立 经济部 主管机关的这个立场 倾向快刀斩乱马 不要在那边乱戏脱棚 市场派讲说他要离 公司派讲说他要离 说他是中资 他说他是怎么样乱搞 好像打架一样 脸不带戏一样 对不对 最后股票大跌 谁都受伤了 市场派受伤 公司派受伤 所以怎么样 只要股票被断头 我们看股价 盘整完 很多人都觉得盘整完 对不对 最后一定会上去 因为成本都在这里 市场派 公司派成本都在这里 最后跌停 跌停 咚咚咚又跌停 所以最近买进去的 你看238 13 从23到13 股价快腰斩了 那想想看买进去的 不管谁在里面都受伤了 公司派受伤 市场派也受伤 跌到近期的低点了 没错嘛 谁都受伤了 所以想想看 油脂量股票 你想到什么 很多人说筹码分析很重要 这市场派在介入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作为 不然他进去要干嘛 对啊 那是你的猜想 那最后呢 最后市场就打你耳光 连续上个跌停板就送给你 所有股票全部套牢 甚至有人就要断头了 不是吗 股票要被断头了 为什么 这格局不对 你不能去买 那如果判断 这格局不对 当一档股票跌下来 谁在里面全部都受伤伤 当他跌到近期的低点 来你告诉我 谁在里面有差吗 外资在里面有差吗 投信在里面有用吗 公司派有多少筹码有用吗 市场派有多少筹码有用吗 没有用 完全大跌 每个都受伤 一台车从仰德大道开下来 发生车祸从仰德大道 都杀到台北市里面 那你看谁在里面有差别吗 每个都受伤 老师坐在里面受伤 教授坐在里面 学生坐在里面受伤 工人坐在里面受伤 学生通中受众伤 因为这辆公车从四段 杀到一段 沿路这样撞下来 谁在里面断手断脚 都一样 大同 今天的情形就是一样 谁在里面有差别吗 全部断手断脚 筹码有用吗 你研究半天筹码 市场派有50% 公司派有45% 有用吗 通通没有用 谁都受伤伤 没错 所以我跟你讲 趋势大于筹码 这样你懂了吗 你光看筹码是没有用 你要看趋势 趋势不对 筹码再多都没有用 懂意思吗 大于形态 大于K线 K线就价格 开高低瘦 四个价格只不成一根K线 所以你要看的是什么 趋势 趋势最大 我不是告诉你的吗 新手喜欢看什么 看价格 价格就是K线 开盘收盘 最高最低 四个价格组合成一根K线 老手看什么 看量 因为量先价型 量是因 价是果 高手看量 细部叫筹码 看筹码 不错了 可是还是不够 我刚刚讲的 谁在里面都没有用 股价重挫 每个人都受冲伤 有人被融资断头 被追缴 为什么 股价掉下来了 谁在里面不是一样 市场败有多少 公司败有多少 通通没有用 懂意思吗 就这个道理 为什么 还有你更大的叫趋势 趋势走空 筹码无用 懂意思吗 来 大同格局对不对 这么多卖出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告诉我它怎么涨 这么严重的反压 怎么涨 头这边 最后不是断头 看周线 天哪 周线在这里 三十七块七 你看这样跌下来 看到吗 近期又出现 一大堆卖出讯号 很低 又出现一大堆卖出讯号 所以你去买这种股票 很简单 就是被断头 懂吗 从三七跌到十三块 谁在里面都没有用 希望我每天的解盘 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你只要吸收一点点 每天这样一点点的成长 你在股市里面 你就会越来越壮大 懂意思吗 现在我跟你讲 筹码不够 光看筹码不够 你不要再花一堂课 二十万去上筹码课 上完课你还是不懂趋势 还是没有用 大同这样跌下来 是最好的例子 筹码是没有用的 懂吗 看不懂趋势 筹码是没有用的 好不好 来 看东看西 看来看去 还是股神系统最可靠 不是在那边吹牛 没错了 金测 我们看一下上半年赚一个股本 不错利多 好大肠追单 金测 营营进补 连续发两个利多 看股价 来 怎么涨那么多了 现在隔级对不对 好像不对 第三线再临走 快要跌破了 所以你在追 你有几分的胜算 今天发利多 我们要看流上一线 涨不动了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不在这里 给你发利多 如果这里给你发利多 多好 这里是多少 六三七 现在八百五 为什么这里不给你发利多 不是这里吗 这里发利多多好 后面呢 后面就上去了 这样就有钱赚 那为什么不在这里发利多 对啊 为什么不在这里发利多 都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发利多 你不要做梦了 你不要做梦了 你说我们长辈 我们说我们讲一些梦话 讲一些鬼话给长辈听 说 早上睡觉 不要做梦了 早点去睡觉 不要做梦 不可能 他不可能在这里跟你讲 你放心 不可能 懂意思吗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让自己在这里知道 这里知道以后 后面这一段就是你的 懂吗 你不要等报纸发出来 你再去追 你要赚什么 有危险 你要赚什么 你告诉我 这就是股市 永远看到消息都是高点 不然就是买点 一大堆距离 这就是你的风险 懂吗 你这么风险承担这么大 你要赚什么 后面后期有 后期还有 但这利润比较少 利润剩这样 这一段长起来 是你的风险 跌下来 打下来 懂意思吗 这做不错不是这样的 不是看报纸做的 不对了 一龙店 企业营收工顶 很好 我们看一下新闻 看来 怎么从90 涨到158再发利多 那为什么这里不跟你讲 这里跟你讲多好 不是吗 这一段就有得赚了 到目前为止 这股票 当然DOTO还没做完 稍微有弱一点点 DOTO稍微力量稍退 但是还没有转空 如果在这里跟你讲多好 哇 对不对 这一段就是你的 可是他都不会跟你讲 他可以再跟你讲利多 同志们 所以你不要看利多做股票 你这样永远会成为股票输家 好 股票市场里面只有两种 一个叫赢家 一个叫输家 股票市场只有两种人 一个叫猎人 一个叫猎物 猎物永远就是猎人追杀的对象 猎人带什么 带枪 猎物呢 猎物就小兔 迷路 猎人看到迷路 砰 砰 两只 他把你干掉了 猎人是不会同情猎物的 所以你要让自己长大 壮大 成长 你不能永远当猎物 好不好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我们说六月份要长什么 我在六月初就跟你讲 完全印证 七月份要长什么 我在七月九号东升节目就讲 有没有 半导体 IC设计 不是长起来在跟你讲半导体 八月份要长什么 现在八月初而已 八月五号 我在八月初就跟你讲了 这个答案昨天已经公布了 你闪了QR Code的人 每个进来 你只要讲东升粉丝 留下西门电话 你都已经答到这个答案了 叫做光电 到这边 张爱民昨天给的人 给的资料 如果不是这张 后来光电长起来 长起来变这一张 那很简单 张爱民立刻退出股市 我给所有东升的粉丝 都跟你讲 就是光电 昨天前天就给了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 原展叫什么 光电 你也看到了吗 是不是叫光电 是不是原展 有没有公掌停板的 今天从这边看到了吗 昨天是昨天 今天做这一张 有没有 已经早就公布了 上礼拜我就讲了 有没有 好我们做一次 先获利入带的 第二次今天要买的 买60块 来 60块 昨天平盘61 收盘61 今天平盘61 60块不是打下来的时候买的吗 是啊 再看 我是买60 我是买60块 普通会员 特别会员都有 来 这平盘一下买的 你一定不敢买 对不对 原展我昨天也讲 你看到打下来 你一定不敢买 我很高兴 赶快叫我去买 有没有 60块买进 有 买进 拉起来 你看我硬土的时候 已经涨8%了 看到吗 这样是不是快9%了 什么叫操作 这就是操作 但是你已经看不懂 你不敢买 所以光看是没有用的 你没有的讯息 你是绝对不敢买的 这就是操作 懂意思吗 很难对不对 光电 没错 还有两个 我陆续公布 东森粉丝 请你拿一手机 来散发这QR Code 散发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的电话 我尽快把相关的资料 把它转送给你 另外两个我还没有公布 我找出来之后 马上就发布给你 那如果你之前有留下 姓名电话的 还没给你的 记得赶快跟服务人一样 因为人太多了 可能会遗漏 好不好 记得拿一手机 来散发这QR Code 散发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电话 就可以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明乐 各种操作 谢谢建议 广告回来 请张老师 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讲点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股票市场是一个 非常残酷的地方 你输了钱 也不会有人同情你 甚至没有人知道你输钱 所以在股市里面 唯有成为赢家 这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你如果没有本事 就不要来 来这边缴学会 真的很痛苦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 天宇 今天工上的涨停板 漂亮喔 这科技对不对 这对的喔 好不好 宣德 三个压力突破 有没有 长红棒突破 再一个跳空 请问这是很漂亮的股票 今天我们先把它卖掉一次 赚七块钱 先把它获利入带 下次四状况会再进场 好不好 来鸿海对不对 不对 三线破两线了 所以你买它涨不动 懂意思吗 伪创对不对 三个压力区 看到了吗 那如果要突破 怎么样 跳空长红棒突破 三线要漂亮 第三线动能不足 所以这种股票 我是不会买的 凯胜 对不对 好像对 但是第三线动能太短了 动能不足 这车没什么有 懂意思吗 卖出线要出现 再往上攻的过程 车没什么有 所以如果 有这种股票 我会做一个出厂的动作 好不好 好 金国光对不对 这是对的 三线架构是完整的 好 代表科不对 为什么 卖出线要出现 三线里面第三线跌破了 第二线在连走附近挣扎 第一线也不强 所以如果我要做多 我不会买这种股票 好不好 上银一二三四四个卖出巡号 左翼一个长红棒突破 对不对 对 缺点在哪里 线太短 看懂吗 动能不大足 曲线也没有很强 多头刚才表现的态势 不是强势的多头 好 美丽对不对 对哦 所以你不能放空这种股票 你放空这种股票是不对的 当然如果你一三八买 在这里漂亮厉害高手 如果你最近才要追 第一手 小心 拉回的时候你会被套住 好 当然这个多头格级 暂时没有改变 注意 好 其他对不对 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最强算这一档 因为他已经突破这个 一百零二块的压力 但是有什么问题 第一线太短 第一线太短代表上档压力沉重 但是其他的被动元件 就很惨了 你看国具 这根本就格局不对 看懂吗 第三线太短压力一大堆 华兴科 天哪 跌破三个月的地点 所以被动元件里面 错误的股票 空头股票很多 好 这个生计 对不对 不对 四个卖出去要出现 他已经涨十倍了 对不起 他要这里格局不对 破坏掉了 三线转空了 好 国光生 三线破两线 这格局也不对 卖出去要出现 到现在没有克服 好 高端力 高档出现一二三四 四个卖出去 那格局不对 如果你可以从这两股票赚个100% 厉害 好厉害 这一段有 赞民你有赚100%吗 没有 我赚99%而已 破例入带 厉害 也是厉害了 好 抗控对不对 不对 看到吗 动能不足 买这种股票做都不大对 动能不足的股票 逊德呢 一样嘛 动能不足嘛 懂意思吗 一样的问题 精彩一样的问题 这我之前也做过 赚一趟出场 格局不大对了 好 立即打下来往上反弹 有人去空它被嘎了 为什么 这豆豆格局还没有改变 虽然第三线比较稠一点 但是你还不能空 股市最公平的一件事 就是当你知识 跟你的财务不相当的时候 世界上有数百种方法 夺去你的财务 直到匹配为止 你专业只有50分 你财务是100万 对不起 降到50万 因为你的专业没办法去保护你的财产 这个意思就这样 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把你的专业提升 不然你钱会被抢走 好 六月份跟你讲 最强的股票完全印证 七月份跟你讲 最强的股票也完全印证 八月份最强的股票是什么 我跟你讲 扫描QR Code免费送给你 来 有没有讲 有 昨天公布了 光电 有 这是不是叫光电 光电 涨停板 今天8%差点涨停 请问是不是最强的 没错 就是张宇明讲的 果然是最强的 好不好 来 怎么样索取 拿起手机来扫描的QR Code 扫描完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我们就会把免费 把最强的标的 把它送给你 好不好 这个最强的还有两个 我会陆续公布 如果你还没拿到的 记得跟佛人说去 好不好 我们进行到这里 先把时间交给明乐 感谢范希 也提醒观众朋友节目中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还需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